11月25日,第十二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,开幕式继主论坛现场,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在发表演讲时表示,中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实现经济快速复苏,为稳定全球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中国是最好的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创业,为重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出の半期,为悸化出身体益剧出的年代市民以业ARD代金举人。 在今年3月份 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到世界經濟的確保 被避免疫情的疫情 但被避免疫情的疫情 會後 諾羅夫在接受採訪時 也稱讚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 而談及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 他表示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 在四十年來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 在購買的免疫情 最領導致的建築和消費中心 是一名的領導致的經濟貿易經濟和金融系統 而中國是強調到的 採訪階段階段階段 基於優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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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世界各地的影響 最後中國的影響會影響全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 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的興起就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挑戰 對此諾洛夫認為 後疫情時代 國際社會不會允許單邊主義或保護主義 破壞國際秩序和既定的國際法準則 各方應攜手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 諾洛夫表示 上海合作組織展示了如何在不犧牲主權 不違背各自國家利益 不與各方外交政策中 其他優先事項起衝突的情況下建立合作 為各方在國際舞台上互動提供了有效借鑒 未來 上海組織成員國也將一如既往地 維護世貿組織規則 支持開放 透明 包容 非歧視性的多邊貿易體制 促進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